大家好 朋友们 大家好 给您各位请安了啊 现在2021年11月1号礼拜一 现在西班牙时间的20点39分啊 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 这是谁 大家也转得不错 但是英年转世 后来还有人也转得不错 张大离也转得不错 但是也没什么招 没关系 大家都在努力 我希望呢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说到这一行 我倒想谈谈这个所谓的规矩的事儿 今天的改革我觉得非常的一样 很多人指责向上这磕头 我觉得这也说得过去 旧点 老点 但是有些规矩不能添 不能改革 你比如说风箱 风箱这个事情跟西班牙时间 跟取义没关系 为什么呢 过年正是挣钱的时候 再说 说向上就一大褂 你风在那儿 有衣衣 没人脱 因为都在自个儿那包皮里拱着 腰里拴着 所以这是一种 腰额子 所谓的其实灭毒 其实说的就是这些 别胡出主意 这一行有好些好的传统 有好些好的规矩 有好些好的做人的道理 有好些相互监督成长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取义必须是传统 必须有师父有独立 因为你上大课 培养不出来好演 也培养不出好的优秀的向内 这个侯耀华又开始大放厥诀了啊 这个没接没完啊 是吧 这个有点为老不尊了啊 他说人家这个郭德纲 他刚才讽刺郭德纲 说人家没师父啊 他没没点名吧啊 然后还说人家那个什么风箱不应该 是吧 然后说这个有些规矩啊 说磕头那规矩老了点啊 但是呢 就是还是过去有的规矩啊 说也就这样了 说你不能添规矩 谁说的 什么叫与时俱进啊 对吧 那你们这个 你像你的老父亲 侯宝林老先生 原来那在天桥料地也好 怎么也好 说相声 那还好多脏口呢 对吧 那后来 到了所谓的新社会 共产党来了以后 你们不也改革了吗 对吧 相声本身是一种讽刺的艺术 你们不也改成歌颂型的了吗 是吧 改成了那种红色相声吗 比如说包括马记 包括江坤 甚至也包括郭德纲的师父侯耀文 是吧 你们都得混口饭吃 是吧 另外时代在进步 是吧 郭德纲已经他弘扬了 甚至他保留了 保护了啊 他留住了很多传统的相声段子 这就不少了 弄得够可以的了 没有郭德纲 有今天的相声吗 当然了 是吧 那些跟他作对的人 当初那些人 是吧 包括这个李金斗啊 江坤啊 是吧 因为确实 郭德纲一出现之后 观众知道了 哦 原来你们不会说相声 你们是烂鱼冲术 北京的社会底层 胡同里的话叫袋儿哄 你们是袋儿哄 跟着瞎哄的 对吧 你们是凑数的 凑分子的 你们不是真正说相的 或者说像郭德纲说的 很多人原来是厨子 把白大罐一脱 也说相声 那这个 这个又得归结到文化大革命啊 又跟中国的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有关系啊 你文革 当然包括之前 对吧 你这个政府的这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手 你深入到各行各业 包括相声界 只能歌颂 对吧 那江坤讽刺 讽刺个售票员 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也敢说谁啊 对吧 你当政治上大家都恐惧高压的时候 说相声 对吧 这一行也是战战兢兢的 话到嘴边留一半 所以你说江坤他们这批人可恶不可恶啊 也可恶 可怜也可怜 对吧 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恨之处 但是人家郭德纲呢 一军突起 从这个最早是流利场一个小茶馆 是吧 一个一个小茶园子 然后一点一点的折腾在南城那一带 对吧 那都是非常接地气的 后来是04年左右吧 还是05年 是吧 有一个记者 不知道是他花了钱了 还是偶然的 反正发现他了 对吧 人家厂厂爆满 对吧 你这个力量 你跟那些歌颂型的那些剧场相声 CCTV相声 央视相声 晚会相声 那能一样吗 对吧 他说的根本就不可乐 还得隔着你啊 伸到你嘎着我底下 隔着你 非让你乐 对不对啊 江坤他们在这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文革后 确实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江坤那个 有一次我们小学 青年湖小学 到那个六部炕石油部礼堂 就是相声专场 江坤 那会儿他搭档是李文华 李金斗 陈永泉 还有什么孝林 李国胜 还有天津那个大胖子叫什么 高英培 范真玉 那回我们都见着了啊 是吧 这个 所以说是吧 郭德纲也是实事造英雄 但是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机遇 你都平常吊儿郎当的跟着混饭吃 对吧 或者说你沾沾自喜 吃老本 躺在功劳簿上 对吧 那怎么可能呢 当然像江坤他们这些人岁数大了 江坤七十来岁了 他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农三师吧 他是插队回来的 像他们那一辈的人也就这样了 盖棺论定了 包括侯耀华这也岁数不小了 是吧 就别老瞎得瑟了 给人年轻人 你看那常宝华什么的常见 是吧 那郭德纲什么20周年什么的 德云社人家出来说几句祝福的话 对不对 人家马记还给德云社提了一个匾 是吧 给提个词什么的 人家侯耀文收个徒弟 谁说人郭德纲没徒弟 没有师父 谁说的 在天津可能最开始也拜过师父 但是他那师父后来没名 那你相声界 我还见过那个谁呢 我还见过那个叫什么 那个人收了一堆养徒弟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忘了他名字了 对啊 就那个人是吧 那个他手下一个徒弟叫大山 加拿大人 大家都知道大山吧 哎 娶了一个北京媳妇啊 反正中国媳妇吧 也可能是北京的 对不对 但是他就拜那个人了 拜那个人后来一看江坤势力大 又改拜江坤了 那哥们特别不乐意 叫什么名啊 那哥们拜了 他收了一堆养徒弟 有男的女的 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 忘了他名字了 是吧 你说侯耀华 你说相也不灵 做主持人也不灵 演电影 他就演个电视剧 那个编辑部的故事 演个于德利 于德利就是自私的意思 于就是我 我老得得着利 是吧 你听他那名 前一段跟一个女徒弟吧 混血的 还是老外搂着人的照相 是吧 也那个 就跟我昨天做那节目 跟那个杜旭东似的 那个海军文工团 政治部文工团 那哥们 搂着台湾的女的 哎呦 就跟没见过女的似的 是吧 就是哎呦 就那个 就没出息那样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侯耀文 侯耀华是吧 都这么大岁数了 差不多得了 当然郭德纲现在功成名就了 也不愿意向他们伸出和解的手 是吧 包括那个原来那些徒弟 什么曹云金呀 何云伟呀 李京啊 是吧 那叫什么 徐德亮啊 王 王文林吧 叫什么 是吧 这批人都走了 走了之后 郭德纲 反正大爷我也火了 我现在中国相声界的 事实上的啊 这个扛爸爸 旗杆 领军人物 你们爱咋地咋地 你们爱死爱活 跟我无关 是吧 人家老郭也是牛 是吧 老郭也聪明 老郭已经把这个 是吧 已经澳大利亚啊 墨尔本 人家投资的酒庄 人家制的产业 大别野啊 大别墅 大别野 是吧 鱼谦 其实鱼谦 也有政治理想 你看鱼谦 去年还是今年年初 他那个 他也有那个YouTube啊 鱼谦 他就有一个题目 叫总加速师 前一段鱼谦 又弄了一个蛋炒饭 鱼谦